近载运通 下跌了 今天我們台股真的是滿強的 因為昨天像費半的ADR 我們台積的ADR上漲1% 差不多1%多 昨天的費半 昨天的費半是下跌的 昨天的費半是下跌0.7% 如果再扣掉台積電的話 那下跌更多 所以像費半的指數來說的話 這如果扣掉台積電的話 這個已經是在幾乎快要 幾乎快破底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台積電 我們台積電今天上漲 現在是7塊錢 7塊錢 這非常強 因為今天又 其實那也不是今天的新聞 那大概是在三個月前的新聞 就是它的7奈米 7奈米Plus 要用EUV 那圍影那個來做 來讓它增強它的效果 讓它晶片更強 更好 操作上像台積電 台積電我在之前很早就已經有 大概248塊左右 這248塊這邊 我就已經跟 就一直在追蹤 這個在這邊 再來 我來看看 大概在這邊 248塊 台積電 那這一段 我當然 台積電我是沒操作台積電 我是操作 我們是操作矽晶圓 台積電的上 台積電它是做 它晶圓代工 那股本太大 2600多億 我們操作的是環球晶 矽晶圓環球晶 中美晶 這個股本比較小 操作上來說的話 像台積電這一波反而還長得 還比較多 差不多 跟環球晶其實長得差不多 那台積電這一波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這樣持續在上漲的 它是持續上在上漲 在創高 今天在創高 跳風在創高 我們來看一下廢半 那廢半呢 好像這條線我是在9月30 9月2 大概10月2號 9月30號是他們收盤的 10月2號那我所畫的 其實來說的話 現在像廢半 因為他們中美貿易戰爭 也當然會比較受到一些轉單 像中國要去美國化 當然留很多的單子都會 留到其他地方去 其他地方就是哪邊 他們缺少了 他們比較缺的地方就是 比較高階的晶圓 還有IC設計 還有一些IP 就是那智慧財 IC的智慧財產權這一方面的 所以他們要找誰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有很多 我們台灣有很多 現在呢 現在像我們台灣 當然這一波IC設計 很多的都已經漲半天了 像一開始在漲的就 像你可以去看那台 像聯發科 還有M31 那也是聯發科的子公司 那這些IC設計有的都漲滿多的 都漲滿多 像台股來說的話 台股現在面臨處在什麼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台股今天有創高階 我有說 這個盤來說的話 要稍微觀望一下 像我們在做台子 做期貨來說的話 我們是先觀望 因為這整個盤勢來說的話 整個空間很小 你幾乎你如果 你全天沒有先決定好的話 你當天來當中 你今天像今天的話 根本沒辦法做 一開盤就幾乎 現在一開就幾乎 大概就停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 我們今天一開盤這五分鐘 因為五分鐘來說的話 就已經到達一萬一千零一十七點 這五分鐘 五分鐘的最高點 一萬一千零一十七點 最高的一萬一千零二十點 一開盤五分鐘 幾乎都已經 都已經到 大概都高檔 高點都已經到了 所以幾乎 我也常在說 我們台股就是這樣子 我們台股 它最近幾乎都是人工盤 那就一開高的時候 一開高還是開低之後 都幾乎都停了 就一個十字線了 你可以看一下 都幾乎都是十字線 都是十字線 都是在觀望 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像我們操作 在期貨來說的話 我們也還是要來觀望一下 因為近期 這個整個盤勢來說的話 像台積電一直創高 很多指標 像我們所參考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指標 這樣廢判 廢判來說很弱 相對弱 弱了非常多 弱了非常多 而且美股來說的話 像在10月10號 中美貿易要談判要登場 結果現在 川普昨天又 昨天美國的商務部 又禁止海康威視 就中國的海康威視 做監控的 又禁止他們進口 禁止他的產品到美國去 變成又 你要在給人家中美 要給人家談判之前 又出了招 又出招 讓我們 以我們的研判來說 幾乎這談判是 結果有結果的相當 有結果是很低的 幾乎不會達成什麼樣的協議 達成不上什麼協議 可能 可能還是維持跟現在 差不了多少 可能會好一點點 好一點點的消息 但是這個我們從這廢辦 你就可以幾乎可以看出來了 因為這個跟中美貿易戰的 最有相關 相連性最高的地方 就在這邊 廢成半導體 我們操作上來說的話 這整個格局來說的話 這整個廢辦 現在還是走滿 我的看法是滿弱的 還很弱 還很弱 我們台湖來說的話 就強在 強在半導體台積電 這操作就台積電 真的是有它的利基在 也不可否認 它真的是很強 真的是超強的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 還是再來看一下 這台積電 台積電外資是持續一直 這法人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投信 三大法人是持續一直在買鈔的 一直持續在買鈔 都持續在買鈔 其實他在要拉我們台股台積電的話 可能要花滿多的錢 但是他們如果要去拉 美股的ADR相對輕鬆多了 美股的ADR大概佔台積電 我記得只有大概只有 只有大概不到5% 大概不到5% 大概4% 4%左右而已 就台積電的權重來說 他只有占台積電大概4%而已 4%你去拉那ADR 那不是很容易 我們台股反而是都跟著美股的ADR在走 這是滿奇怪的 這滿奇怪的 我們台股台積電這麼強 還有什麼 當然還有什麼股票可以來操作 還有什麼股票來操作 待會兒我們再來說 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今天 我們台股一開盤 現在來說的話 今天量的1300多億 這在我們在長假的節前來說的話 這個量還算滿多的 我覺得因為以前的長假來說的話 大概我們這次我們是有 我們到明天我們就要放 明天過後就禮拜四就放假 就連續4天的放假 我們台股今天 這節前的話還有1300多億 還算滿高的 算滿多的 所以這盤來說的話 還是有人在承接 這有人在承接 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上市很強 而且剛才看一下 台灣50還上漲了1% 大概1.2% 幾乎都是大型股在漲 中小型股今天很多都翻黑 就像我們的上櫃 櫃買指數 今天現在還是翻黑的 櫃買指數現在還是翻黑 所以資金都在哪邊 資金都在大型股 我們操作來說的話 像我們在代會員來操作 我們通常都是在操作 比較屬於中小型股 我在操作都是在中型股 都比較屬於算中型股 我比較會來操作這方面 因為小型股有時候在操作的話 是比較變動性比較大 因為他們 我是在看產業來操作的 操作來說的話 當然這個小型股的話 它是 它稍微有一點單子 它就爆衝 如果沒有單 單子如果它的母公是把單子抽走 那不就掛了 所以在操作上我們還是 比較操作比較算中 然後中型左右 小型當然我們也會去操作 小型股當然我們也會操作 大型股我們比較少 比較少 不是說不會 比較少在操作 我們看 期貨其實現在近期來說就是幾乎 這整個空間 像我們要做今天的當中來說 的話就幾乎都沒 也沒有什麼樣的空間可以做 現在要去做空 你看它一創高 創高的話現在要去做多 但是明天 明天就要封關了 稍微再忍耐一下 等到我就常 我在10月初跟妳說 在11月過後 10月10號我抱歉 10月10號過後 那整個方向出來了 我們再來做波段單 那波段如果出來的話 我們再來給它重壓 重壓你才有辦法做到簡單 現在做到當中 當中這個賺不了什麼錢 30點 50點 對 你每一天這樣子來衝 而且是要這樣子來衝的話 那也是很辛苦 也是很辛苦 像我們在帶客戶來說的話 第一個我們方向 如果我們是以 我如果能看到100點的時候 我才會進去做 那做大概 我們賺大概會有70點左右 大概七八成左右 沒辦法 不會把它做到完全說 我空最高 然後補最低 我沒有 那是騙人的 那是在騙人的 那還是說做最低 做多做買最低 那賣最高 那也是騙人的 像我是不會 我都是在 大概都會在中間值 大概100點的話 我大概賺70點到80點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如果有看到有500點的行情的話 我大概會把它抓到大概有 350點至450點左右的這個空間 這是我們的操作 這之前你如果看我的節目的話 你大概知道 這我們在破斷單 像之前在 之前我們也在 因為我也有在公開 在節目上有在做多 那做多 你如果看節目的話 就做多 那也是有賺 大概有200點 也在節目上告訴你說 就補了 都已經公開 有公開操作了 有公開操作 我告訴你怎麼操作 這是期貨 期貨的話先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等 等到11月下週以來 我們再研判 看整個盤勢方向會不會出來 如果還沒出來的話 我們還是一樣 還是做短線 還是要再多 因為短線來說的話 我是說那個空間很小 那指數要賺的是不多 而且沒辦法 也沒辦法重壓 你沒辦法重壓的話 真的是你賺 賺到30點 50點 對我來說的話 是真的是有點少 真的會有點少 那這個是期貨 那稍微再等一等 稍微再等等 那我也知道說現在突破前高 那要做多 那做多來說的話 明天又要節錢 明天又結束了 又要放四天 你也不知道說 你也不知道 在10月10號中美貿易的談判 我們現在大概知道了 不會有完整的結果 不會有完整的結果 只有可能有少部分的一些 協議談成而已 少部分 少部分 不會太多 那你也不用 所以還有 在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有 像美股也有開盤 在禮拜四 禮拜五 我們都休假 那當然是我們還是要先把我們這個 像我們過完我們這個節 那你先把你的心 那我們放鬆一下 這個過完節之後 那我在這個過節中間 這四天裡面的話 我會把一些我看到一些重要的資訊 我的看法 我會把它PO在 我會把它做在我的 我的耐生活圈裡面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耐生活圈 我會放在我的耐生活圈裡面 那你如果少要QR Code來進來 那我像期貨 股票 這些方面 我都會在這個 這個假日這四天裡面 我會還會 因為有美股 因為我長期都在看美股 美股 因為我也是從美國讀書回來 那在這個美國來說的話 像他們的政治我也很了解 因為我有讀過美國的政府 他們的政府 這是我們的必修課 那他們的政府 還有商學的 我們都已經有上過的 這都是我們在美國的 操作上來說的話 那美股來說的話 他們禮拜四 禮拜五 我還會在開盤 那我還會持續在關注 那接下來的話 他們如果有什麼變動 還是我有新的看法的話 我會把它PO在我的耐生活圈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 快速 第一手趕快了解的話 可以到耐生活圈來這邊 來先來加入 還是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也可以來這邊諮詢 來這邊詢問 我也希望說你如果 因為在接下來的話 10月份 10月10號過後的話 可能會有大行情出來 這我所說的是期貨 當然股票來說的話 股票叫個別產業 個別產業差別非常大 這我也常在說 這是產業的問題 很多產業 因為像現在今天 你看那個大型 現在產業就半導體 忘得不得了 忘得不得了 你要買台積電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買 現在來說說台積電 可能空間短期間不是很大的 不要過度去追 不要去追 要追的話你可以找其他股票 有半導體 有半導體的其他股票 像矽晶圓 還有矽晶圓還有像環球晶 中美晶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 比較低價的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環球晶說實在現在是320幾 330塊左右也滿不親民的 價格也滿高的 但是他的本利比說實在是滿 還不高 他的本利比還不高 中美晶的話 我也是滿推薦的 還是可以關注 可以關注一下 可以多注意一下 中美晶 合晶 合晶我是沒操作 合晶我沒有 我是操作中美晶的 操作上來說的話 我們股票來說的話 下一個階段我們再來看好了 因為現在時間 可能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中 你如果需要股票擊破 需要諮詢 我也希望說在這個 我們光輝的10月 那光輝的10月 行動 你一定要行動才能夠反敗為勝 反敗為勝的起點 這滿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行動的話 你什麼都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了 這光輝10月168專案 我也希望說能夠跟你 共創整個行情 整個行情來說還是非常大 不管股票起貨 都有 我們先進到廣告 也歡迎你來加入我們的團隊 我們進廣告 主持人 我們來加入 調整個行情 我先進行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 心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 心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开的 真正愣哦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 有罚码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 或119救护伤怪 三 销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 再移动车辆 五 三路编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拨话译等就对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台股现在还是维持一样 现在是在12点20分 现在维持一样 还是在涨65点 就几乎 几乎一直线 几乎我都跟你说 开盘之后 就每一天都是这样子 这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一开盘之后大家都观望 就观望了 所以整个行情就停了 我们操作的话像 但是这是指数 个股来说的话就差异性会比较大一点点 像我们有一档股票是在 我们一档股票6426统新 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6426统新 这档股票来说的话 近期 这样一波这样子 涨这样子上来 涨这么多了 像我们是买在7月初 涨这么多了 我在节目上 我们会员的股票 我不来这边来跟你 来做一些 来跟你谈这档股票 因为太高了 如果万一 像我来跟你说 这档股票我们会员有 那你就跑去买了 他如果拉回来速度 是非常的快速的 因为他说实在本利比蛮高了 也因为搭上这5G的网通 当然每一档股票都涨翻天了 那本利比要怎么算 没办法算了 没有再算本利比了 现在都已经是 都已经是看产业了 这产业 操作上来说的话 你一定要先了解产业 5G的网通到底产业有多大 他有多久 他能够有 到底他能够有 能够想 他还有加上他公司 他对这方面 像网通来说他到底 能够在做5G方面 他能够有做多少的比例 你如果这些都比较细节 太多了 那没有时间去说 如果说完一档的话 可能要花两三个小时 像统新这档股票 我是不太愿意在节目上出来 因为他股价已经很高 而且他涨 我常在说 他高档的地方震荡很大 你如果稍微跟你一买 因为上次来说的话 上次在这边 在8月初的时候 他有投资朋友打电话来说 他买了统新 我说你怎么去买统新 我跟你说你这个 像这种高档我们高档地方的股票的时候 那高档来说的话 当时候报告月初来说的话 算高档 高档的地方来说的话震荡比较大 我说当然你不要随便来说 现在来说的话 更不用说买劲又要再创高了 130 今天是 今天现在是139 这不要 不要随便乱去追 这我们是 这我们 这我们86块买的 这是我们86块买的 这种股票你不要随便乱追 那我也不太 像这我们涨很多 我有很多股票涨很多 我也不太愿意在节目上讲 因为在讲的时候 怕说你又以为说 我又看好它会再涨上去 你就赶快冲进去买 不要 这种股票我告诉你说 你不要来追 你不要来买 这是因为我们很多股票 我是举个例子 你不要随便乱买 我们操作上来说的话 像一档信心 其实信心来说的话 6451信心 这档股票 你如果看我的节目的话 你就大概知道 这8月初的时候 我几乎每天在节目上 每一天都告诉你说 每一天都来告诉你说 这档信心来说的话 我推荐 我非常看好 我非常看好 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有投资朋友 现在这两天还来问说 信心来可不可以买 我说不要了 我们已经要准备要卖了 因为本利比也已经 到达我的目标了 也要卖了 所以说信心来说 你不要来追 你真的不要追 像如果可以买的股票的话 我再告诉你 你也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也可以到 加入我的生活圈来这边 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在操作 我们都事前规划未来的行情 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会成为赢家 怎么会成为赢家 行动 反败为胜的起点 你不要随便乱去追 不要随便乱去追 而且像我们在操作来说的话 你大概 你看你就知道 我们在操作都是 我们绝对 买股票绝对不会去射飞标 我们绝对不会去射飞标 我的测标 不管今天像涨还跌 波洛威昨天也跌 今天也跌 杨世纪也跌 管球金今天也跌 我要不要给他拿掉 我不会 我们在操作 我们都是不会射飞标 我们是稳中求胜 你才不成为倍增 因为他看好就是看好 他不会随便乱动来动去 欢迎你来 我们光辉十月 168中案 我也希望说能够带你财富倍增 也希望说你能够 能够让你财富倍增 你生活才会愉快 这样生活愉快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 我也希望你赶快来 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也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分切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东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其实为您解答 4月期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证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定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您的新台币已经超额 会被海关没路哦 一喜签防治法规定 我看到这篇 道尾 关带 我们是在那边